公司创立于1993年 到今年已经迈入第31年 原本是在租厂房 大概为100坪的小厂房 之前已经只有做雷射切割的单纯下料 然后因为环境的改变 一些供应商都已经开始在买雷射切割的设备 后来公司再把它转型为做机械板金 一些工具具的板金类 所以公司又开始转型为 现在做电子产业的一些半导体设备 像现在我们公司做的废气处理设备 也就是直接加入台积电 还有一些LED检测机 轻电池的检测机 然后在带入现在跟宏华一起配合的电动公车设备 现在公司也自己在开发研究一些新的产品 成立一个研发团队 然后在研发现在变频永磁的空压机 还有干燥机 然后为了客户的需求 我们也扩编了现在已经有六个厂区 就是全部都一条一种服务 包括机械板金 雷射切割 烤漆 加工 然后应付客户所有的需求 进入到高产工业已经九年的时间 公司对员工专业的要求 以及定时的考核制度 让每个员工都有发挥专场的舞台 当然公司也非常注重员工的身心放松 不但会定期的在每个不同的节日 举办联欢晚会 更会定期的举行员工聚餐 员工自强活动 以及员工旅游 在我们追求公司透明化 精致化的同时 也打造了一个有温度的职场环境 就像董事长常常提醒我们的四个大原则 品质 创新 服务 永续经营 让我们日后碰到任何的困难 都能够有更专业 更积极 更正面的态度去回应 我在高产工业任职了21年 公司原本从纯粹的代工 一直到现在的一条龙作业 人员也是从30位 一直到现在的68位 然后整个公司的发展性能很高 然后所以才说 想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带下去的动力 就在这里 那公司给我们的一些技能的部分 呈现的部分 公司会安排我们到工业会上课 还有我们公司曾经提过的这次三年的小人体的上课资讯 让我们整个了解说整个部门里面的一些领域 然后每个部门所做的技能有哪些 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那在这21年里面 在公司里面学到的很多很多的知识 包括从最基本开始 了解到整个现场的材质的种类 然后切割的顺序 基台的性能 然后包括从基本的画图拆图 到整个从透过西可马的程式 转成4NC 一直到现场让他们做切割 到后面做着升迁 然后需要做到跨部门的一些协调 然后整个现场流程的安排 到后面会觉得说 做到最后面就是比较困难的话 又经过了一些ISO的申请 然后SWAT分析表 鱼谷图的制作 是我最后面最比较艰难的部分 不过这些都已经克服了 那说像相信在我们老板的带领下 我们的公司会更发展性更好 所以学习的更多 这些人家说的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 那后面之前制作过 我学过的有一些 Codeode的软体 那也是之前制造 那个印刷业学习到的 也是利用在这个公司里面 一些广告的部分 都可以学习到用到这边 所以说 我会跟着老板的带领下 然后继续学习更多更多的知识 我会做的带领下 我会做的带领下 好 我会做的带领下 宝贝